夜班的低视司机多在雨夜犯案 因而得到雨夜屠夫的称号 他先后杀害四名夜归女性 将尸体带回家中强奸 更是肢解受害人体 作为标本 将性器官放入冰柜保存 每次作案后 他都会为已肢解的人体残骸拍照 很多影视作品也依此为原型 为止间绝密档案 本期开始为您讲述雨夜屠夫临过云 1982年2月3号凌晨四点 在香港的尖沙嘴区 天上正在下着毛毛细雨 夜生活已经到了曲中人散的时候 但美丽华酒店一带的店铺 霓虹招牌仍然灯火通明 美丽华酒店旁边的一些低视 正在等候着幸尽的游人换车回家 27岁的大华舞厅大班陈凤兰 这时在加拿芬道和金巴利道的一间夜店出来 十多岁就混迹欢敞的陈凤兰 今晚与旗下的两个姐妹晚上宵夜喝得实在是痛快 踏着东天西岛的脚步 三人时而高声大笑 时而拥作一团 但没有人对她们有太大的注意 因为在这止醉金迷的地区 时将破晓 三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在街上踏着醉步 互相调笑 大家都知道 她们是什么来路 酒醉三分醒 陈凤兰像两个跟她差不多有一样醉意的姐妹 表示不需要她们相送 因为她可以在美丽华酒店旁找到回家的迪士 尽管醉酒不清 但对这条每天凌晨都走惯的路 陈凤兰没有走错 只不过当她到了美丽华酒店旁的迪士车龙处 三位迪士司机都不肯搭载这位乘客 因为没人知道 她是否一登车就会烂醉如泥呢 连到哪儿也说不出来 就算是说得出 也没人敢担保 她到时候知道付钱下车 什么事情都有例外的情况 虽然排在车龙最前面的三辆迪士都不肯载她 但第四辆车迪士的司机 却让她开了车门 导坐在司机旁边 陈凤兰说得出她要去的地方 但没人知道 她为何夹在油麻地 却让司机驶往关塘 不过司机并没有理会这么多 迅速将车在雨中吃相关塘 香港开部百多年来 最耸人听闻的雨夜屠夫案 去目就这样揭开了 陈凤兰成了第一个受害者 28岁的司机林过云 也在这次之后发现自己杀人上了瘾 林过云把陈凤兰带到关塘一带时 陈凤兰突然酒气上涌 他本能的坐直 把头伸出车外 呕吐大作 林过云忙不迭的把他拉回车内 问他究竟要到关塘的什么地方 一身酒气的陈凤兰 此时竟然叫林过云把他送到牛池湾 对着这样一个醉酒的乘客 作为第一室司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把他送到警局 这徒增麻烦 推他下车 血本无归 只能是听他所言 把他拉到了牛池湾 到了牛池湾的消防局一带 陈凤兰被推行了 问他在哪里下车 陈凤兰微微睁开双眼 迷迷糊糊说要回尖沙嘴区的科室殿岛 绕了一圈 这又让拉回去 这实在让林过云心中窝火 林过云一声不响 默默的驾车 沿着静悄悄的马路向前行驶 拐弯绕路 然后把车停了下来 但这里并不是灯火通明的尖沙嘴 而是幽暗寂静的土瓜湾 贵州冲四号M前的路旁 而陈凤兰此时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沿途上他只是偶尔模模糊糊的说几句 无人能听懂的罪话 车停定了 陈凤兰仍然沉睡着 连林过云下车了也不知道 下了车的林过云走进安庆大厦 经过亮了灯的管理处 看到管理处并没有管理员在 他上了电梯 到了二楼 虽然他不认识车内的陈凤兰 但心里对他却有无比的恨意 是因为陈凤兰乱点鸳鸯的 要他驾着车东跑西去吗 还是因为陈凤兰的呕吐 令他感到恶心呢 这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电梯在二楼停下 他掏出钥匙 开了家中的大门 此时是凌晨 接近五点 家里的人还在酣睡 没有人知道他回来了 他取了条电线 轻声把家门关上 再乘电梯到楼下 然后回到车上 此时的陈凤兰还没有醒过来 他把头倚在车门的玻璃上 丝毫没有戒备 第一是停车处 周围也没有任何人 林过云的眼睛瞪着熟睡中的陈凤兰 两手在电线两端绕了一圈 两手用力拉了拉 试试电线的韧度 是否足够勒死这个惹得他浑身冒火的女子 起初他本来想用刀来截裹陈凤兰 但却嫌这方法太过残忍 而且会弄脏自己的汽车 所以觉得还是用电线比较理想 林过云把电线绕着陈凤兰的脖子 比一比长度 两眼迅速的像车前车后一瞟 不见有人 于是猛然用力套紧电线 把陈凤兰的身躯拉了下来 除了倒下时本能的稍微挪动一下手脚之外 陈凤兰根本没有反抗 实在也是罪的连反抗的知觉都没有了 紧跟着陈凤兰就是身躯发软 再无剩下 林过云把断了气的陈凤兰 半扶半抱的 趁楼下管理处还没人 把尸体弄进电梯 抬回家中自己的房间 他打开房门 发现睡在上阁床的弟弟还没醒 他轻手轻脚的 把尸体放进自己床底 稍微掩饰了一下 他不怕弟弟会发现这个秘密 因为大家早有协议 不许碰对方的东西 而弟弟也长期都遵守着这条诺言 他更不怕同住的父亲 妹妹和妹夫知道 因为彼此的房间隔了一个大厅 他们不会听到这边的动静 而且平时他们也很少走进他的房间 一切妥当之后 林过云回到他的车上 赶紧把车驶向美福 将车交回给白班的司机 交班的司机像往常一样 接过车 没发现有什么不妥 与林过云的对话中 也没有任何异状 事实上 林过云也并不会表现出什么异常举动 因为对于刚才的事情 林过云没有丝毫犯罪的感受 他只是把一样令他憎恶的东西 给除去而已 所以心里反觉的 有点快感 交班之后 林过云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里 家里人刚起床 还没出门 而且一如既往的都没有人注意他 他回房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听着房外的动静 等家里人都出门之后 再从床底下 拉出陈凤兰的尸体 一具任由摆布的裸尸 呈现在林过云眼前 他详细端详 盘算着怎样摆放 才能用相机拍出像外国人 人体杂志上那样的性器官镜头 拿出相机 调好灯光的位置 林过云将尸体四肢扭曲 制造理想的角度 预照已经发映的关节 就用胶带粘上 在给尸体拍照的同时 林过云也拍着录影带 但令他遗憾的是 因为经验不够 灯光的位置放得太接近尸体大腿 把那处皮肤给灼伤了 影响阴部特写的效果 照片拍完了 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个尸体 他一边翻弄陈凤兰手袋内的东西 一边想办法 手袋中有记事本 化妆品 还有500块钱 林过云突然灵机一动 拿了500块钱塞进口袋里 把尸体放好 拿着陈凤兰的手袋和衣物 立即走到街上 在街上转角处的五金店 用了290块钱买了一把电锯 叫店主换上了幼齿巨片 立即赶回家 至于那些衣物和手袋 在买电锯前 已经被丢在了离家不远的 东方日报门外的垃圾箱里 他把旧报纸和家中没用的纸张 铺在地上 再把尸体放在上面 把录影带放到活动摄像机上 将电锯插上电源 往尸体上聚聚 在震耳欲聋的电锯尖叫声中 尸体被分成了七部分 包括头、两手、两脚、上屈体和下屈体 至于乳房部分 则被林过云割下来 但因切割时技术不好 割掉了其中一个乳地 这七部分的尸体 被大量报纸以及胶带报好 由于血和肉屑建在房间各处 林过云赶在家人回来前 把一切清理干净 至于那对乳房 他用盒子装好 临时用白酒当作防腐剂来浸泡它 然后把盒子放在了床下 傍晚时分 他接了交搬来的车 驶回家中 把包好的七节尸体 放进了车尾行李箱内 沿途载了几名客后 他想到要把尸体放在没人发现的地方 一边驾车 一边谋划 最终他想到了尘世海底的办法 于是在七点多的时候 驾车直往沙田海鲜坊附近 把七代尸体抛进了城门河里 沙田城门河会流出大浦海 只要河水把尸体冲进海底 茫茫大海 林过云认为 就再也不会被人发现了 事情办妥之后 他驾车返回市区 继续做生意 前辆了交给白班司机 然后回家睡觉 2月4号 也就是第二天 到了中午 林过云睡醒过来 他将拍摄陈凤兰尸体的彩色胶片 拿到不同地点的充印公司进行充印 当时的那些公司 是用电脑和机械来充印照片 不需要人手 所以也就不会有人发现 林过云照片的内容 当时的彩色充印 都是可以当日取的 但是取向之后 林过云发现 效果不理想 而且器官在尸体上 难以做更好的摆设姿势 他讲 如果用刀把器官切出来 效果可能会更好 于是决定 抛弃电锯 改用手术刀 并且学习解剖知识和人体结构 林过云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想到还有下次 只觉得这种事情 让人着迷 像吸毒一般 可以令人上瘾 几天之后 他把洗净放在家里的电锯 带着一起上班 在快要下班时 把车驶到大脚嘴的樱桃街 把电锯抛进海中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陈凤兰的尸体并没有被冲进大海 反而在尘尸不久后的2月11号 被一批金门建筑公司的工人给发现了头骨 2月11号 当天上午9点55分 这批工人到河中的乔敦工作 在途中发现了一个类似人头骨的东西 而且还附着头发在河面上漂流 他们将之捞起 发现还真是个人的头骨 于是连忙报警 警方赶到现场之后 开始沿着城门河流域 寻找尸体的其余部分 直到傍晚5点 在距离发现人头处约100码的浅滩 警方找到了一个相机垫的黄色大胶带 拆开之后 发现是一双齐口切断的人腿 当天警方将人头和人腿带走花烟 这条消息立即成了当日的新闻头条 电台在五间也已经播出了 林过云当时也听到了 为了进一步的了解详情 他当天在出门上班之前 还特地把录影机调好 在晚上六点半时录下电视台的新闻报道 而这盘录影带就是曾经录下 陈凤兰裸失镜头的那个录影带 第二天警方派出警员和直升机 加大力度沿城门河流域搜索 结果中午时分 在沙田富豪花园对面的城门河河道内 又找到了一个胶带 带内是一条齐口切断的手臂 在左手臂近尖处有纹身图案 是一把蓝色小刀贯穿着一个红心 红心旁有一只飞翔的燕子 法医事后也证实了 之前发现的头骨和大腿 与当天发现的手臂是同属一人的 头骨和双腿并无伤痕 但断口处明显是被电锯一类力气割开的 在头骨的口腔内还有三颗甲门牙 而这只断臂上的纹身 对之后尸体身份的辨认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在电视播出这则新闻之后 陈凤兰的父亲陈时珊就主动与警方联系 警方也立即安排辨认尸体 但是由于当时尸体还不过完整 初步没能确定身份 到了第二天 也就是13号 陈时珊找到陈凤兰的丈夫和自己的儿子女儿 再到练房 结果凭尸体上的假牙和牙托 右臂上的刀疤痕 以及手臂上的纹身图案 确定了 这就是陈凤兰 不过 在随后的两天里 警方再也没有找到尸体的其他部分 而正当警方准备放弃寻找时 陈凤兰的尸体另一部分 在马鞍山路一带被发现了 当天是2月15号 下午一点半 两名韩国工人 看见一只狗在海边对一些东西 又是抓又是闻 其中一个人上前查看 发现那是一具已经见骨的人体躯干 于是赶走山谷 立即报警 这一节碎尸是陈凤兰 由颈部至腰间的部分 发现时只有少许肉还附在上面 应该是被河水冲出了土路港 再被冲到了马鞍山路 目前为止 七节尸体只找到了六节 还剩臀部一节 始终都没有找到 很可能已经被海水冲出了大海 尸体的身份获得了证实 但破案却毫无线索 警方最初怀疑是黑社会施行家法 以警惕反叛者 也怀疑是国际贩毒集团之间斗争的牺牲者 但是最终经过调查 却并没有发现有这些迹象 在询问陈凤兰的朋友和同事之后 一样也找不到任何的可疑之处 与此同时 陈凤兰的父亲陈时珊 则向新闻界表示 他相信 女儿是被人有计划的 谋杀的 他对这个12岁离家 17岁就物堕封城的女儿 惨遭如此下场 感到痛心 陈凤兰的姐姐则在事后回忆称 在陈凤兰失踪后的第二晚 她梦中见到陈凤兰 向她说要买海藻 煮汤 去蛊火 陈凤兰姐姐说 陈凤兰的尸骨沉于海底 这与海藻的海 和去蛊火的蛊 是不是不谋而合呢 不过这一切对于破案 似乎都没有帮助 只是为市民增添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而香港人忙碌的生活 很快也会把这件事情冲淡 碎尸案只轰动了几天 随后又归于沉寂了 而警方在毫无头绪之中 也在三月十七号宣布 悬赏两万五千元 给予能够提供破案线索的人 上期我们讲述了林过云 第一次杀人的经历 事后警察对这起凶杀案 也没有任何的线索 也不知道是丰盛索 还是说林过云这杀人的瘾还没上来 距离上次 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林过云一如既往的每天上班 下班 睡觉 始终没有进行第二次行动 不过 这四个月期间 他开始购买更多和更好的摄影器材 参看人体解剖的书籍和模型 甚至又买了两副手铐 并将电线和一把刀用纸袋包好 藏在车上 为第二次行动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于驾驶夜间低势的林过云来说 下雨有种特别的感受 因为下雨让他有种莫名的冲动 他经常会想 认为自己是上帝所挑选出来的 自己应该侍奉上帝 因为当他自己独处时 他认为上帝总包围着他 回想起杀陈凤兰的事 他发觉 似乎对陈凤兰并不憎恨 而对于这件事 他甚至还有点害怕 但当动手杀他时 自己却又有点像是处于在梦幻之中 感觉自己只是精神上坏的一面 在外面活动 可是无论这林过云的思想 是如何的矛盾 差不多在第一个死者死亡四个月之后 也就是82年的5月29号 31岁的陈云杰 成了第二个遇害者 陈云杰是名已婚的妇女 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在他遇害前的半个月 他才刚刚到油麻地 金喜来康乐中心当收银员 以帮助丈夫减轻负担 5月29号凌晨5点多 陈云杰下班之后 发现外面正在下着瓢泼大雨 本来是有同事叫他一块去打麻将 但是陈云杰着急回去看望自己的孩子 因此没有跟他们一起去 步行到左敦道与乌松街的交界处的地方 打了一辆地势 打算回土瓜湾的家中 而这辆地势正是林过云的地势 在上陈云杰之后 林过云驾车到了七咸道 接近海底隧道的地方 眼见滂沱大雨 周围是漆黑一片 他就把车停下 谎称汽车出了毛病 要下车查看 在查看过周围情况之后 发现四周没人 林过云开了后边座位的车门 俯身到司机位太阳挡板处 取得了藏有刀的指袋 抽出刀指向陈云杰 然后取出手铐 要陈云杰戴上 起初陈云杰还以为遇上了劫匪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之下 他只有自己戴上这手铐 打算放下钱财 找机会逃跑 或者求救 但是 等到林过云把电线绕到他脖子上时 才发现一切都已经吃了 雨声把他的呼喊声淹没了 没多久 陈云杰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林过云把车驶回安庆大厦的加州门外 看着楼下正在打瞌睡的管理员 他又一次成功的把尸体搬上电梯 运回了加州 又一次把尸体藏在床底 然后驾车去交搬 回家之后 见到家人都已经外出了 林过云搬出了陈云杰的尸体 把他的上衣和内衣裤都脱光 把外边的长裙拉高到胸部 拍摄阴护的特写 然后是乳房特写 拍完这些照片之后 他调好活动摄影机的位置 开始进行第一次解剖 并且进行全程录像 可能是陈云杰的尸体骨节 已经开始发映了 难以摆布 林过云一边用力将尸体扭曲 一边还对着尸体自言自语 让人家动一动 不多长时间 林过云就割下了陈云杰的一对乳房 肾脏 直肠 和乱巢 正当他准备动手 割婴护连接子宫的部分时 突然 有人 敲他的房门 这时候有人敲房门 这实在是非同小可 林过云先关了录影机 然后 大声贺问 谁啊 对方一开枪回答 林过云这才稍微放松 原来是自己住在对面的小弟弟和小妹妹 来找跟他同房的弟弟 他让两人稍微等等 自己把房间收拾一下 差不多十分钟 才把房门开了一条缝 探出头来 看着弟弟妹妹离开 因为房中只有他一个人 并且告诉他们不要随便来敲门 弟弟妹妹也知道他性情古怪 没敢多问 随后就离开了 林过云输了口气 继续将鹰护连接子宫的部分 小心翼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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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工作是既费神 也费力 早晨交车之后 整天林过云都没休息过 在经历了 这几个小时的解剖工作 林过云坐下来休息 一边盘算 尸体要如何处理 抛下城门盒的办法 已经行不通了 他闭上眼睛 一边养神 一边回忆自己曾经驾车 去过的地方 前思后想 终于是想到了一个 自己认为绝佳的地方 他在床底 找出几天前 从街角杂货店 买回来的十多个麻袋 再找出一批袋子 将陈云杰的尸体 用袋子包好 再放进麻袋里绑好 先放在床里 等着一切安排 妥当之后 林过云发现 有股血腥味 留在房间当中散不开 谨慎起见 他跑进厨房 拿臭水 撒到房间的地板上 再回到屋内 把地面擦干净 可是就在他快要擦完时 同房的弟弟突然提早收工回来了 看见他在擦地 问他要做什么 他只是简单的说 地上脏了 所以要擦一擦 幸运的是 弟弟也没有继续追问 转身走出房间 很快 林过云又到公司 取车 开工 在拉了几趟乘客之后 跟着就把车 驶回了安静大厦的家中 从家中 将放在麻袋袋里的尸体 搬下来 放进车里 虽然当时 有其他的住客和路人经过 但是 大家都以为 林过云 在搬普通的杂物 都没有留意他 跟着 他就把车 开到了 港岛 铜锣湾 附近的这处高端住宅区 平时很少有人经过 在夜里 有安静的 没人也没车 他把车 停在离警署 远一点的地方 把装有尸体的麻袋 往山下边的山坡 抛下去 林过云认为 这是一个理想的抛尸地点 他曾经驾车 经过这里 发现山坡 是矮树丛林 杂草丛生 很多人把大大小小的垃圾 就是往山坡下面 一扔就算了 也没有人打扫 更没有人会过去查看 为了之后 避免被公司怀疑 这段路程 林过云在开过来的时候 还特地开了计价器 打了表 计价器显示 这段路程 要花71块钱 之后 他又故作聪明 在计价器打出的发票上 做了记号 显示 这71块钱的车费 是没有收到的 事后 林过云又考虑 用白酒 来浸泡人体标本 实在是不太妥 于是又在早晨交班时 就以借口 想学制作标本为理由 问白班司机 能不能用白酒 来保存生物器官 对方回答说 应该用防腐剂 防腐剂 在一切行 就能买到 这林过云有个习惯 凡是遇上重要的事情 他都会在日历上 做下记录 于是在交班回家之后 他在日历上 5月29号那天 用英文写了一句话 意思是第二次行动 在早上5点15分进行 为了纪念 这次杀人的行动 写完之后 他想起来 第一次行动的时候 没有做记录 但是由于相隔了4个月 因此 他错误的 把时间 记错了 于是他把日历 接回年初2月份 在2月4号那天 记下 分5个不同地点 将照片 底片 拿去冲印 所以行动过程 所以行动过程 一共有5段 另外 他又错误的 在1月5号旁边 记下 重要行动 早上6点20分 第一次行动 林过云是个有收藏倾向的人 喜欢井井有条 所以一切的色情片 以及相片 他都会分录 做好目录 放好 等做好这一切 林过云就睡了过去 醒来之后 把拍摄了陈云杰的相片 拿到不同的公司 进行冲印 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再 在荔枝角道 一间仪器行 买了防腐剂 之后回家 他将白酒 换上防腐液之后 发现 那防腐剂的味道 非常刺鼻 为了怕家人闻到 他特地 把房间中的 张脑饼给弄碎 撒遍了房间 可是没过几天 妹妹经过他的房间 问他房间当中 为什么 有如此大的 张脑味 他解释说 是因为房间中 蟑螂多 除此之外 林过云 又替手头 已经有的 两卷录影带 命名 第一卷内容 是关于陈凤兰的 被命名为 伊甸园之东 俄中戏和连串的秘密 伊甸园之东 还有俄中戏 这分别是两部电影 和戏曲的名字 至于肢解陈云杰的 录影带 则被命名为 冷气 雪桂的技术 为什么要用这么个名字呢 可能是与林过云 曾经当过冷气的学徒 有关系 陈云杰失踪之后 他的家人向当地警方 报告陈云杰失踪 但是由于当天 有很多人失踪 警方难以逐一调查 因此也只是把陈云杰的照片 发到各个报馆 叫有见到他的人 向警方报告 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没有人说 大坑岛山发现了尸体 陈凤兰的案件 也没有听到 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于是 林过云也开始 寻找他的第三个猎物了 陈云杰死后一个半月 也就是82年的6月17号 当天的凌晨4点 当时香港并没有下雨 而29岁的夜总会女郎 梁秀云 却成为林过云手下的第三名死者 梁秀云当天 在凌晨4点下班之后 在金汉酒楼门前 巴士站坐上了林过云的地址 准备返回大脚嘴 大同新村 大荣楼的家主 而此时 林过云一言不发的开着车 一边在留意着下手的合适地点 当第一是驶到唐伟道时 林过云同之前对付陈云杰一样 从司机位的太阳挡板后面 取出刀 威胁梁秀云 戴上手铐 再用电线 把他累死 随后将尸体运回家中 由于床底下 已经藏了两个人的标本 装图片的盒子和摄影器材 也越来越多 因此 他只能把梁秀云的尸体 放在客厅中的沙发下面 自己坐在沙发上 假装在看报纸 等家人醒来之后 都外出了 再把尸体抬出来 拍照 致解 并且还没忘了 在日历上 6月17号上 记下 第三次行动 对于所有受害的女子 无论是美是丑 林过云 对她们的面孔 似乎都没什么兴趣 只是集中 注意她们的器官 每名受害者 即使被拍了全身的照片 面部都是有东西盖住的 有时候是用胶纸封眼 有时候是被书本遮住 这对于事后 警方从过千张照片中 分辨出死者的身份 拼添了不少麻烦 在梁秀云被拍的彩色照片中 有一张是全身赤裸的 但眼部被透明胶带给封着 此外 就是身上衣裙被扯高 为了来更方便的拍摄 音部的特写镜头 在照片拍完之后 紧跟着就是录像分尸 梁秀云的尸体 先是被分成两结 然后再割出器官 这些器官包括音部和乳房 林过云将乳房放进 放着陈凤兰 陈云杰乳房的胶盒之内 音部就与陈云杰的 放在同一个胶盒之内 对于梁秀云的尸体 林过云也是用两个麻袋装着 等晚上开工时 驾车扔在上次抛尸的山坡 林过云认为这个地点非常好 最起码不会像沙田的城门河那样 抛尸一个星期就被发现了 此时 林过云手上拥有的藏品 包括三对乳房 两个音部 一对音巢连接职场 一个子宫 一个肾脏 三段分尸的录影带 和上千张照片 这些藏品不单单是用来收藏 根据警方后来了解的消息说 林过云有时也会拿这些东西出来欣赏 梁秀云之后 林过云在只隔了半个月 就进行了他的第四次 也是最难忘的一次行动 而这次的受害人 就是17岁的女学生 梁慧欣 从陈凤兰 陈云杰 梁秀云 和梁慧欣 四个人遇害相聚的时间当中 可以看到 林过云杀人的影 可以说是越来越大 杀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 之间相隔的时间是三四个月 杀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之间 相距是一个半月时间 第三和第四个人 中间只隔了半个月 如果在干完这票之后 林过云没有被捕 说不定以后每星期 甚至没几天就会死一个人 82年7月2号 晚上十点多 梁慧欣刚刚参加完 在喜来登酒店举行的谢师宴 他与两个同学一起出来 大家谈到了今晚的宴会 也谈到了对会考成绩的期望 以及升学就业的打算 无论真正的前途 是否充满艰难险阻 但对一个中学生而言 那都是美丽的憧憬 中学毕业 也正好标志着梁慧欣 已经长大成人 他与两位同学 在地铁站分手 当时天正下着小雨 梁慧欣独自前行 自己心中还想到会考的成绩 会怎么怎么样 是否足够让他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以后自己挣来的薪水 每次应该拿多少回家 好让父母在生活上 可以稍微松口气 这一边走 雨也越下越大 他又没拿语句 这才想起来母亲让他早点回家 还给他钱 让他打地驰回去 他走到弥敦道的圣安德烈教堂之外 终于是搭上了车牌号BR22X2的车 这正是由林过云驾驶的地驰 曾经死过三名女子的车 上车之后 梁慧欣交代林过云去山谷村的家主 之后 林过云就打开计价器 开车了 从上车到现在 目前为止的一切情况 跟梁慧欣以往乘坐低势的情况 没有什么不同 但车开了十分钟之后 行在了公主道 天桥 往海底隧道的地方 梁慧欣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经历了他有生以来 最震惊 最恐怖的事情 林过云在司机位上的太阳挡板处举出刀 恐吓坐在后座的梁慧欣 要他自己戴上手铐 车外下着雨 车门玻璃被关上 梁慧欣此时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闻 孤立无援 而此时的梁慧欣 只是怕的放声大哭 脑子里能想到的 就只是要求对方不要碰他 他害怕终生幸福毁于一旦 他羞于成为强奸案的受害人 也只有这样如此纯洁的少女 才会向对方提出这样的要求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林过云答应了他 而且遵守了诺言 不过这承诺只限于梁慧欣结束生命之前 梁慧欣被逼戴上了手铐 并且要求从后边的座位坐到司机旁边 之后林过云开着车向长沙湾驶去 带着梁慧欣走他生命中最后的路程 第一是经过长沙湾驶到奎永货柜站 绕圈 再向九龙驶去时 在奎永一个货柜车站停了下来 梁慧欣在这途中 看到对方没有向他采取任何暴力 情绪也稍微安定下来 对林过云向他提出的问题 也敢于回答了 林过云把车停在奎永路大桥附近 意料之外的是 他在车上跟梁慧欣聊了整整一个小时 林过云把他的手袋里东西都倒出来 逐一的询问这些东西的用途 手袋里的东西大部分是同学送给梁慧欣的毕业礼物 其中有一个小木牌 上面写着忘记过去 把握现在 展望将来的字句 可送这同学的礼物 怎么也想不到 将来对林慧欣而言 却是恐怖的死亡 和被人 残忍的分尸 后来林过云看见有人经过 于是把第一世指到龙翔道的一个加油站前停下 继续与梁慧欣谈到关于学校 前途 家庭 宗教 灵魂 以及将来的问题 林过云向梁慧欣说 他的所谓的将来是指世界末日 并且声称自己是上帝挑选的人 世人都是垃圾 并说自己有段时间曾经与上帝接触过 聊天期间也有人经过这里 但没有一个人怀疑 这一男一女 会是香港开部百年来最轰动案件里的被告和受害人 对于梁慧欣而言 这是他一生中最惊恐的一段时间 但对林过云来说 这可能是他一生当中与人连续谈话最长的一次 也因此 在四名受害者中 林过云对梁慧欣的印象最为深刻 他记得梁慧欣的名字 也能从报纸上认出梁慧欣的相貌 而不像他杀死陈云杰之后 只能对警方说出 那是姓名中有一个杰字的女子 梁慧欣在听过林过云 说世界末日的见解之后 曾要求林过云释放他 因为母亲在家中还在等他回去 林过云没有作声 谈话也随之中断了 而从晚上十点多开始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多 梁慧欣在惶恐中 已经疲倦的在车座上睡着了 而林过云也疲倦的打起了磕水 不过 再长再深入的谈话 也没能把梁慧欣救出来 凌晨五点 林过云首先醒过来 他见到睡着了的梁慧欣 记起了把他载到这里的墓地 于是扑上前去 把整晚都在惊恐中度过 到这时 却是全不戒备的梁慧欣 勒死了 一如既往 他赶在天亮前 把他的猎物运回家中 放在厅中的沙发下 然后坐着假装看报纸 等家人都外出之后 就把尸体上的衣服扒光 进行肢解 和收集他喜欢的部分 在用电线勒死梁慧欣之前 林过云一直坚守着他的诺言 没有碰过梁慧欣 但当他杀死梁慧欣之后 在房中 把梁慧欣的衣服脱光之后 就进行了监视 并且将整个过程 用摄像机 录了下来 并给这个录影带 加上了名字 叫做第四次行动 同时也记载了 7月3号的日历上 事后 对于为什么要监视 林过云自己也说不清楚 回答只是觉得好奇 想知道和女性做爱时 有什么感觉 他不觉得 这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但因为他觉得这也没什么特别 也表示 之后不会再尝试了 不过 即使这样 对女性下体那种强烈的好奇心 始终 没有因为四个人的遇害 而有所渐轻 事后 林过云也承认 他曾经 吃过一名死者的肠子和肝脏 他记不起那是谁的 只觉得 没什么特别的味道 所以 没有用嘴嚼 也没有咽下去 杀死梁慧心 并把他肢解的事 也像往常一样顺利 尸体 也一直没有被人发现 但 林过云 终究 没有逃出 被拘捕的命运 警方在开始的时候 对这几宗案子 可以说是无从下手 因为犯案者手法残酷 警方还特地 为他起了个绰号 叫做香港屠夫 但机缘巧合的 一件很小的事情 林过云在洗印照片时 被工作人员发现了可疑的迹象 这让警方连破了这四宗大案 当警方拘捕林过云 破获了四宗女子碎尸案件后 有人说 如果不是因为林过云 要把照片晒得更好 警方可能一生一世 也破不了这个案子 据说林过云入狱之后 一直都表现得很冷静 很少说话 对他做过的事情 也从没表示过 有一点后悔的意思 成教处的职员 也很怕和他接触 除了怕他身上那种力气之外 好多人都不约而同的感觉到 他身边有一股很重的阴气 令人望而却步 有一次 成教处的人员带他去空地上放风 由于他属于危险犯 所以整个过程都会被严密监控 不光有人在现场看着他活动 摄像机也一直在监控他的一举一动 而一位成教处主任 竟然通过壁路电视 见到有四个半透明的人影 一直在凌过云的身边 飘来飘去 他走到哪儿 人影就跟到哪儿 一步都不离开 而最令人心寒的是 四个身影都支离破碎 手脚身体好像随时都会分开 只能勉强合在一起 有人说那是四个被害的冤魂 因为死不明目 所以一直缠着他 等机会报仇 但因为凌过云身上杀气太重 冤魂无法接近 只能在他身边徘徊 但过了很多年 雨夜屠夫身边的这四个冤魂 却很少在监狱里面现身了 有传言说 凌过云近几年行为 有向善转变的痕迹 但他是真心悔改 还是另有所谋 这些我们就不得而知了